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炸技,北京时间2024年10月13号,星舰进行了它的第五次集成飞行实验,也就是IFT-5。 在这次飞射里,SpaceX让超重在和星舰飞船分离之后,飞回到了发射点,并成功地使用筷子,回收了返回的超重,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成功。 相比于雷鹰九火箭一级那种用着陆腿降落在地面或者海上无人船上的回收方式,筷子回收首先是省去了复杂的折叠着陆腿,减轻了火箭的重量,提高了火箭的可靠性,降低了火箭自身的生产和维护成本。 其次,是大量减少了火箭回收后,从回收点到发射点的运输成本和运输周期。 第三,这种回收方式对回收后的火箭影响最小,回收后的火箭仅需要通过简单的检测和维护,就可以立即投入再次使用,大幅缩短了复用周期,减少了复用成本。 我们以猎鹰九号火箭一级路上回收为例,虽然猎鹰九的路上回收点和发射点相距不远,但一级火箭在着陆之后,需要首先使用吊车吊起来,再由技术人员拆除四条着陆腿。 随后,在吊车的配合下,技术人员会把处于吊装状态,并且已经拆除了着陆腿的一级火箭翻转至水平状态,然后再放置到运输车上,再由运输车运输到火箭厂房。 进入厂房之后,一级火箭在经过必要的维护并且重新安装着陆腿后,再次进行测试,测试合格的一级火箭就可以再次使用了。 由于需要拆卸和安装着陆腿,因此,火箭返回厂房的这一环节,即使火箭的技术再成熟,也不能取消。 而用筷子回收超重,省略了拆除和安装着陆腿,节省了大量的人工和时间。 虽然现在还处于早期试验阶段的超重,在回收之后仍然需要返回厂房进行检测,但在未来,当筷子回收超重的技术成熟之后,是完全可以取消返回厂房这一环节的,从而大幅缩短了复用准备时间,降低了复用的成本。 这也是筷子回收的一个巨大优势所在。 回顾过往,SpaceX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就从一级火箭不能回收,到降落伞海上回收,进而到着陆腿平台回收,再到用筷子进行回收,这三步快乐。 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未来,随着这种新的火箭回收技术的日益成熟,火箭的回收成本必然会大幅降低,而火箭的复用周期也会大幅缩短。 最终的结果就是,火箭的发射成本大幅降低,航天将不再遥不可及。 在未来,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航天产业的从业者,航天科技也将越来越多地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在成功的喜悦过后,我们可能不尽会好奇,SpaceX究竟是如何让筷子能够回收超重的呢? 其实,SpaceX的这次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它十多年来不断试错,更新迭代的结果。 另外,筷子回收超重的成功与否,其主要作用的,其实并不在筷子本身,而是控制筷子动作和超重飞行姿态的控制系统。 筷子成功的回收超重,与其说是筷子的一次精彩的表演,还不如说是超重进行了一次高精度的降落,而筷子在这里起的作用只是辅助和配合罢了。 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我早在2021年就知道SpaceX打算用筷子进行火箭回收了,并且在当时我所在的公司的要求下,进行了为期数个月的可行星论证。 我当时的结论是,由于当时公司所研制的火箭的返回精度达不到要求,无法使这项技术达到实用的状态。 事实上,在筷子成功回收超重之后,推特上就有消息爆出,四飞兴舰超重的着陆精度达到了5毫米。 正是这超高的着陆精度,让马斯克有信心,在兴舰五飞的时候,安排筷子回收超重的这项实验。 而正是此前超过300多次的雷鹰九号一级火箭的成功回收,使得SpaceX积累了大量的飞行数据。 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不断地优化控制系统,从而使超重能够达到超乎想象的降落精度。 很多朋友以为,在超重的回收过程中,使筷子夹住了超重。 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准确。 要知道,所谓的夹住,其实是指两根筷子利用摩擦力,使超重停留在两根筷子之间。 但其实,即使没有推进剂,超重的自重也有大约200吨。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筷子和超重之间的摩擦系数达到了0.2,筷子仍然需要对超重施加超过1000吨的压力,才能够形成足够的摩擦力来平衡超重的自重。 而超重,其实就是个仅仅在局部有加强框架的大罐子,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的。 因此,只可能是筷子拖住了超重。 后来的视频也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朋友认为,筷子拖住的是超重的山格舵,这种想法也和实际不符。 事实上,山格舵的作用是与可以摆动的主发动机,以及滋控喷管一起控制超重的飞行姿态。 它是承受不了超重的自重的。 因此,筷子拖住的其实是位于山格舵侧下方的支撑座。 这点,大家从屏幕上就能清楚地看出来。 那么,筷子究竟是如何拖住返回的超重呢? 这就要从软件和硬件两方面来回答。 而在硬件上,我们要分筷子和超重这两个方向来回答这个问题。 想从筷子开讲,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包括筷子在内的兴建的主要发射设备。 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兴建的主要发射设备。 包括一个发射塔,一个脱落连接壁,一个发射台,还有两条通常被我们称为筷子的机械壁。 发射塔的作用就是便于设备和人员的高空作业。 脱落连接壁的主要作用是在兴建发射前,位于超重上方的连接管、电路等设备提供安装支撑。 在兴建发射的时候,当这些管路与电路和超重分离之后,连接壁会以摆动的方式打开,确保不会影响上升过程中的兴建。 发射台的作用是为处于待发状态的兴建提供支撑。 另外,在发射台上还设置有加注管路和电路的保护罩,牵制释放装置,以及超重外圈20台猛禽发动机的点火装置。 机械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筷子,总共有两条。 这两条机械壁组合起来使用,就能达到筷子或者是夹子的效果。 其实,筷子只是个通俗的叫法,这么叫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没想到现在墙内,竟然有人因为这个,硬说SpaceX是在抄袭。 这样的想法,恐怕也只有在那样的体质和社会环境下才能产生。 正好这两天我在重新分析江文的电影《让子弹飞》,看来,鹅城百姓还真不少。 其实,在最开始,筷子主要起的是起重机的作用。 它既可以把运输车上的超重直接拖起来放置到发射台上, 也可以把运输车上的兴建飞船直接拖起,并合超重完成堆叠。 这些功能就要求筷子在发射塔上,既能在垂直方向上做上下运动, 也能以垂直方向为轴,在水平面上做左右摆动。 而想实现筷子回收超重,筷子光能摆动和上下移动是不够的。 超重返回的时候,由于它与发射台的距离可能会远一点,也有可能会近一点。 因此,在筷子上还需要有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的设施。 大家请看屏幕。 我在每一根筷子上都设置了一个滑块,滑块可以受控地沿筷子的伸展方向滑动。 这就解决了返回时超重与发射塔的距离可能发生变化的问题。 同时,为了防止回收时可能产生的冲击, 我还在滑块上设置了减震块和减震垫, 这样超重回收的时候就平稳得多, 有利于超重的快速复用。 筷子上的主要机构,我已经向大家介绍完了。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超重上用于回收的装置。 我在前面就已经提到过, 超重上设置了用于筷子回收时所使用的支撑块。 回收时,支撑块触及筷子上的减震块, 回收工作也就基本确定了。 说完了硬件,再我们来看看软件。 软件主要包括了控制筷子的软件, 超重的非控软件, 以及控制筷子的计算机和控制超重的计算机之间的通信软件。 是的,筷子和超重在控制上其实是联网的, 在回收的过程中, 它们的动作是相互配合的。 不过,相比起来, 最复杂的还是超重的非控软件。 筷子上运动部件的运动范围最大不会超过数米, 而工作范围则往往只有数十厘米。 这就要求超重的非控软件, 必须能够把超重控制到这个范围之内。 目前,国内想达到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难的。 由此可知, 四飞超重返回时5毫米的精度是多么惊人。 有这么高的精度, 筷子回收超重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 我再来向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筷子回收超重的时候, 超重不是先在高处找好位置, 在垂直的下降, 落到筷子的工作高度来实现回收, 而是先以尾部朝向发射塔, 以一个斜线的轨迹倾斜下降。 同时, 两根筷子开始缓慢合拢。 当超重的尾部降低到几乎和筷子臂的上表面等高, 并且进入筷子臂的扫过范围的时候, 筷子臂的合拢速度才有所加快。 当超重的三分之二间体已经处于筷子臂上表面以下时, 超重才开始以支撑座为轴, 调直下落的角度。 最后, 在超重的支撑块, 几乎下降到和筷子臂的上表面等高的时候, 筷子才合拢到位, 整个回收过程到此才算基本完成。 其实, 超重以这种轨迹下降, 主要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超重以尾部朝前斜线方式下降, 在控制上称为过条, 这样在后续的姿态调整过程中, 就无需再向这个方向的正向进行调整了。 在下降过程中, 尾部最低, 离发射塔也最近, 所以, 在筷子的延展方向上, 只要保证超重的尾部不会碰上发射塔, 超重的其他部位就不会碰上发射塔。 而当超重的尾部降低到和筷子臂的上表面等高, 并且进入筷子臂的扫过范围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能够保证筷子臂和超重在横向上不会发生剧烈的碰撞。 再往后, 即使有碰撞, 由于在筷子上有减震垫, 也能得到大幅的衰减, 因此, 筷子的合拢速度就可以迅速增加。 当超重的三分之二件体已经处在筷子臂上表面以下, 此时, 再对超重的倾角进行回调, 就已经是最后的微调了。 所以, 在我直播星剑舞飞的时候, 我才能在那时确定地告诉我的观众, 这次回收基本上能确定是已经成功了。 不过, 这种回收控制措略, 需要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就基本确定下来, 因为这会对筷子臂的长度产生影响。 毕竟, 如果筷子臂的长度不够, 以这种策略回收的时候, 超重的尾部就有可能撞上发射塔。 以上种种只能说明, 星剑和筷子在总体设计上是非常成功的, 它们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配合。 好, 关于筷子回收超重,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不要您在听了之后有些什么别的想法, 欢迎您给我留言, 咱们可以一起讨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